南方都市报N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预言 月亮的吧 因为我觉得月亮很好看 然后我很喜欢晚上 所以我很喜欢月光的感觉 月亮的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月亮 因为我感觉他拍出照来 他那个剪影非常的好看 然后会把人的轮廓也勾搁得很美 因为我个人来讲 比较喜欢这种黑色的礼服 然后我觉得会 就白色的可能会更适合小仙女 但我不是小仙女 我就是喜欢比较酷一点的风格 然后就选了这套黑色的礼服 对因为每一个事情 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 他不可能说像生活上 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要有计划 然后包括很多的事后啊 包括很多的一些完善的工作要做好 要想好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可能会比较反省一些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歌手来讲 得到别人的认可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更想不要纯粹地做为一名歌者 去表演我自己的作品 做饭与其来说是兴趣 更说是一种生存方式吧 因为每一个人他可以 我从小就是养成了这种生存方式 因为小的时候嘛 家里人可能会比较忙一些 然后我又喜欢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我不喜欢靠家里人 我就是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心情好 你自然做的事情的时候 感觉效果也会好吧 所以希望自己开心快乐就好了 目前为止来讲 对于我来说 唱歌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可能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 需要解决的一些困难 包括一些我解决不了的困难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时间来去把它淡化 然后时间一点一点地陪伴我们成长 然后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好